自马癌下落实新管令 槟城慈祭金丝堂 搭载教育厨房就开始启动 为圣友和职工们准备速食饭盒 慈祭职工信息大家的健康 烹煮后的回锅油绝不重复使用 因为回锅油经过高温 它就会产生化学变化 要治疗对我们身体不好 吃得健康 吃得开心 吃得欢喜 我们精英世界 它就会过力来拿去做飞招 自己志工张美玲 每周都会来到大载教育厨房 收集回锅油 她也乐意和大家分享 制作环保肥皂的方法 它的内容变成 它其实是缩来的 所以它就不会污染大地 洗碗 洗衣服洗得会很干净的 这个是给我们自己的厨房用 还有我们的志工都可以拿来用 就是希望每个我们小家庭 都可以自己来做这个 so that这个油不会去 go into the drain 因为我们的志工都会触到我们的手 不要伤到我们的手 而且它又很能洗那个油漬 很能洗油 它给我们买那些 以往以口用作 大在教育厨房使用的回锅油 经过张美玲的敲手 变成一块块多用途的环保肥皂 回锅油的蜕变 不仅能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也能传递环保的精神 大爱新闻 帕维宁谢凯英 马来西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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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